当地时间6月8号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9届每周峰会欢迎仪式上 美国总统拜登及其夫人吉尔拜登 迎接了前来参会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及阿根廷第一夫人法维奥拉亚尼斯 然而双方领导人及第一夫人们会晤时 出现了让外国网民感到尴尬的一幕 拜登当着费尔南德斯的面 拉着亚尼斯的手求救不放 据报道称 当地时间6月8号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第一夫人亚尼斯 及总统府秘书长胡列奥 底托贝略等阿根廷代表团成员抵达洛杉矶 当天费尔南德斯和亚尼斯 一起出席了美洲峰会开幕式 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 及其夫人吉尔拜登的欢迎 视频中拜登先与费尔南德斯握手交谈 吉尔拜登见状与亚尼斯热情拥抱 四人随后交换位置互相问号 而在费尔南德斯与吉尔拜登握完手后 看着他们交谈的拜登 开始拉着亚尼斯的手不放了 最后还是亚尼斯先放开了手 在吉尔拜登再次把话题引向亚尼斯之后 拜登又拍了拍亚尼斯的肩膀 从出发登机走得跌跌撞撞 到开幕式演讲开头 就被抗议者打断 再到这次不放手引发关注 拜登的美洲峰会之旅 已经贡献了多个尴尬时刻